这个攻台战略 他们绝对是在重新的审视 重新的思考 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 有一种说法觉得习近平比普京聪明 他可能会重新审视 他整个对台的动物的政策什么的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不要高估他们 独裁人的心思是一样的 独裁人的水平是一样的 看看他们在上海防疫的这种所作所为 我们就知道了 他不是通过一种科学的管控 来处理整个严峻的事实 而是通过政治决定和政治决策 以及政治家的个人野心 他们所关心的第一个话题就是 如何掌握政权 个人如何掌握政权 这是普京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本的原因 习近平也是一样的 我认为他不会改变初衷 他要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想法 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因为他面临更多国内的压力 包括防疫的问题等等 但是在具体的产生运用方面 我认为他们会调整 否则他们的间谍也用不着在全世界 这么积极的收集各方专家的看法 什么什么的最新的情报 什么各种分析状况 他们确实还很积极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 至于说到一旦开战双方的损失 以及中方的表现的话 我还是要重复我刚才所说的三个字 打不得 为什么 因为这个开战就完全是一个体系的对抗 这就不是说出动一艘055 毫无任何掩护 出动两三架苏35 毫无任何其他的一体化作战的状况 他很可能作为一个整体作战的一环 出动大量的电子干扰机 或者动用弹导导弹率先就把台湾的雷达基地 防空导弹设施给彻底的摧毁 他现在有这样的能力 然后他可能才会动用大型的水面舰 而且他不会奔道把大型的水面舰 驶入到台湾岸对舰导弹的这个攻击范围之内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他还会严密的希望获得自空权 阻止F-16接近这些水面舰舰队 但是这里我想说的是四星的发展 不见得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如愿一场 因为台湾拥有非常彪悍的空军的作战力量 还有美国极有可能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支持 从这一次事件我们就可想而知 这个所谓的情报资源的重要性 有所谓的做即使 记录